民主黨主席柯文哲涉及了金華城案遭延壓 那麼如今又爆出了爭議 有媒體就報導了柯文哲曾經在一次內部會議當中 是用手去抚摸 承認台北市議員的曲美鳳的手還大讚說皮膚好好 而且在電梯裡面還以妖精來形容曲美鳳 那晚一點的時候他又傳訊息要說 人不可以太漂亮太年輕 說要聘他擔任國安會覆命 曲美鳳秀出了簡訊的內容 他說柯文哲當下的動作讓現場的所有人都是傻住了 因為這不是一個領導人該有的作為 而且就是吃定了小草或者是粉絲會忍氣吞聲的心態 曲美鳳說實在不可取 這件事情的主軸是柯文哲他的公開的動作 讓我們非常的驚訝 然後他這樣一個侵犯對方肢體的空間權 跟尊嚴的這種方式呢不是一個領導者應有的這個想法態度跟做法 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們在跟他是在會議室裡面開新聞會議 那麼這樣的一個專業的會議他既然腦袋裡面跟他的做法上面會如此的這個表示 我們也覺得很離譜 那這樣的一個人如果他的位置坐得越高我覺得真的是越危險 再來一個我說句實在話 當初我們大家都是平心而論都是支持藍白河 而我個人呢說實在誠實而言我也是小粉絲 我想很多人跟我是一樣的 那麼我覺得柯主席他就是吃定了我們這些小粉絲 或者是新聞小草 對他的支持他認為我們會把這樣的委屈吞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種心態呢是必須要糾正必須要指正 因為有多少的無聲的小草被這樣壓下去而都不敢講 很多人都覺得說好像柯主席位高權重 我們大家身為小草就是必須要忍氣吞聲 我覺得這種心態呢不可助長也不可取也挺可怕 再來一個他利用我們支持他的心態 然後來對我們進行精神上動作上面的霸凌與欺負 我覺得對全天下念的人都不公平 然後讓我們從支持他的小草粉絲變成如此的傷悲 我覺得這是對柯主席來講一個非常遺憾可惜的事 我覺得我沒有想到其他 可是他講到妖精的時候 我們大家也覺得很意外 所以我們就來看到柯文哲的前幕僚呢 吳靜營他就發文痛批 他說原來柯文哲是邊談選舉邊把妹 把影子內閣變成了後宮樓閣 柯文哲還傳訊息喔 決定呢要聘許美鳳當國安會的副秘書長 這個簡訊呢就在這邊曝光給大家看喔 那就是要專責國內的真防事務 好柯文哲如果當上總統 就會把國安會以秘密手段來操控 變成真防單位 現在民主體制下是不合理的 上有真防下有網軍 簡直是極權變態思維 把中華民國政府變成極權政府 最後吳靜營不忘酸 柯文哲巫子金子女子文哲好求 總之呢好險柯文哲沒有用假老二騙到總統 不然台灣總統會變成柯文哲獨裁英帝亞 那對此呢民眾黨是有給出了回應喔 他們說由於柯文哲目前人還在羈押境界當中 所以他們是沒有辦法去進一步的了解任何的事情 但是也說了絕對支持當事人依規定來申訴 V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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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現在很多維持 equilibploy都只會排止 就請問全中國臺王 繼續 publish 發動啦 超能於櫃 leave